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低 而且这个稳定天气会维持至少一个礼拜 都是属于像这样子比较下气型的天气 所以提醒大家还要特别注意 天气会比较炎热 另外就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目前看起来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低的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北方还是有封面云溪 但是在我们台湾附近就属于比较零散一些 那么我们台湾附近的风向也已经转吹 这个偏南风到这个东南风 所以南方暖空气的势力又逐渐的增强 预计这个风向云气 未来几天会逐渐的往北边离开我们台湾 接下来就是太平洋高压 慢慢的往前面延伸来到我们台湾这附近 所以可以知道高压会抑制这个对流的发展 虽然说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流的机会 但是整个受到高压的影响 所以发展起来的也不会很旺盛 即便有下雨就是局部连行的短暂阵雨 那么也可以看到 未来的这个礼拜几乎风向云气都在比较偏北边 我们台湾几乎都不太受到影响 所以天气可以说都是下日期相当的晴朗炎热 那来看一下降雨的区域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大概山区 有些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的机会 但是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那么从未来四天的这个降雨的预测图上面 也可以也都可以看到 即便有下雨的话 区域都是比较小一些 而且这个雨量也不会太明显 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这个礼拜的话呢 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低 那么在气温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都是比较夏季型 低温大概在25到26度 中午高温 这个明天开始的一个礼拜 北部会逐渐上升来到32到34度 另外在中部的话 低温大概在25到26度 中午高温也有32到34度 南部也都是相当的炎热 低温27度 中午高温有31到33度 另外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只有台东南雨降雨几率 可能稍微相对来说比较高雨 局部的一些暖暖暖暖雨 其他地方都算是相当的这个稳定 甚至温度呢 也还说是比较偏高一些 甚至到这个晚上到明年清晨呢 都还是有大概高温有27到30度左右 那么在明天的白天的话 可以看到全聊完几乎都是可以看到阳光的 东南部地区局部联系的短暖暖雨 雨量稍微比较偏多 因为是有偏东南风 这个阴风面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高温的部分 也刚刚提醒过大家都有 大概有31 甚至到我们南部 平冬附近有到34度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是比较晴朗 炎热的 那么降雨气率也都是比较偏低 所以也持续提醒大家 要持续的这个节约用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明天再见